大家好,我是依依 又到了腌西红柿的季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传统腌西红柿的做法 在冬天里也能吃到味道纯正的西红柿 不需要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腌好的西红柿只要在真空状态下 保存一年都不怕坏 做法非常简单 今天买了22斤自然成熟的高山西红柿 它的特点是天然生长光照好 昼夜温差大 含糖量比普通西红柿高 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各个有脂 而且有沙染 酸甜的口感味道要更足 用它来腌西红柿 比大盆种植的西红柿要更好吃 先把西红柿清洗干净 这种西红柿是自然成长没有打农药 所以它的品相不是特别好看 只需要把上面的成涂清洗干净即可 全部清洗好后放在案板上 否则透气的工具上把水分晾干 今天用电风上快速的把表面水分吹干 下来准备一些罐头瓶子 先把瓶子一个一个的清洗干净 瓶子全部清洗好后 下来准备锅烧开的开水 然后把瓶子放入锅中煮两分钟 这样的目的主要是给瓶子消毒杀菌 煮好后用夹子取出来把瓶子控干水分 放在透气的工具上把瓶子里的水分完全控干 把烫好的瓶盖放在透气的漏篮里也晾干水分 现在西红柿表面的水分完全晾干了 准备烧开的开水把西红柿放进去烫10秒左右 烫好后把西红柿捞出来 放在无水无油干净的容器中 这样的目的是方便去皮 把西红柿全部烫好后 就可以开始去皮了 这样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把西红柿皮去掉 表面也比较完整 不会水滴滴的 个别西红柿表面没有开裂 用刀轻轻缓一下 也是非常容易的好去皮 西红柿的皮全部处理好后 接下来把西红柿切去裹地 再切成小块 装入无生水无油的盆中 刀工好的朋友可以直接切成小块 不需要用按板 这样西红柿的汁水不会浪费 全部都在盆中 也不怕汁水流的到处都是 把西红柿全部切成小块后 下来瓶子里的水分已经完全晾干了 然后把西红柿块装进瓶子中 用勺子压一压 装的时候不要装的太满 八分满即可 太满的话 在下一步操作的时候 西红柿汁水容易流出来 这样腌的西红柿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调料和防腐剂 原汁原味 可以让家人吃的更放心 由于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味道足不易保存 容易坏掉 老一辈人都是用这种传统的方法把西红柿保存起来 虽然现在在冬天里也能吃到西红柿 但口感不好 这样做就非常难得的在冬天里也能吃到原汁原味 成熟西红柿的口感 现在在北方 很多朋友还是用这种传统的方法来腌西红柿 22斤的西红柿去除果皮裹地后 500毫升的瓶子装了20瓶 然后把盖子轻轻盖上 这里不需要把瓶盖拧紧 否则在蒸的时候瓶子容易开裂 下来把瓶子放入锅中 看一下 这里的瓶盖都是轻轻盖住的 切记不要拧紧 再加入清水 水要没过瓶生的四分之一 防止把瓶子煮破 再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 煮开后转中火煮30分钟 时间到后把瓶子取出来 趁热把瓶盖拧紧 形成真空包装 再倒扣排出多余的空气 这样可以保存的更久 完全晾凉后 好了 西红柿就腌好了 这样腌的西红柿 没有添加任何的防护剂 只要保证在真空的状态下 保存一年都不怕坏 在冬天里又能吃到 酸甜味浓西红柿的味道 腌好的西红柿可以做番茄鱼 西红柿面 或者炒的吃都非常不错 平时放在角落里 常温保存即可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关注我 帮忙点赞转发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